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大家早安 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文字的部分 我说摆脱僵硬的肩颈 很多人都常常这么说 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长的 常常都觉得肩颈痠痛很不舒服 那你去看诊的时候 当然都会有一些常见的原因 的诊断 我们很常听到老化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特别把他的原文 Aging写出来是老化跟退化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化成等号 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觉得 因为就是退化就是老了 所以就没有救了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对的 那所以Aging这个老化 是随着你的使用方式跟时间可能造成的磨损 排列不正或是椎间盘突出等等 所以跟年纪其实不一定是正相关 就是有可能你三四十岁的 这间盘是很磨损的很老旧的 所以我们讲说你的年龄跟你的老化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化成等号的 所以如果当你八九十岁的时候 但是你的脊椎的磨损是符合你的年龄的供你使用 那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可以的 再来就是外伤的部分 比如说突然发生的意外突然撞到 或是很常见是车子被后面追撞 做了一个脖子甩动的动作 最后就会觉得脖子很痛啊 或是头很痛等等的 那比较常听到的会是像 他翻译成灰边症候群啊 就是鞭打的鞭 就是鞭子因为有甩动的那个动作的关系 那最近有接到有一些是因为他往后差点接到 撞到东西之后有一个往后甩 其实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那其他的就是拉伤或扭伤 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常见的就是突然转头 就有点拉到 或是像绕枕那一种也是很常见的 然后再来我们讲心理因素 可能或是跟内科疾病等等 就是包含你是整体的啦 有的人就会被说是 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啦 或是高血压啊等等 这些原因 那他但这个的肩颈酸痛 可能就不是这么跟动作有关系 你可能怎么摆 他都是不舒服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说 有一些状况 可能不能把它当成骨科的问题来处理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一些骨科的问题 那我们常见的处置 在药物上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止痛 不管是不是类似层的药物都有 不管是吃的或是打的 然后肌肉松弛剂就是最常见的 都没有不可以 都没有不可以取决于你当下疼痛的程度 或是帮你转到物理治疗的老师那边去 那物理因子一记 就是你常看到的电疗啊 垒射啊 热服啊 那些放松的东西 然后是有一些治疗师会帮你做一些伸展 或是关节活动 然后最后就会帮你做 有的会有的不会 就看你的状况 做运动治疗 包含训练你的肌肉的力量 或是知识等等 好如果你走的不是是一走中一的 可能会有推拿针灸啊 或是我们刚刚说的 有些挥边或撞击到最后 或是你的退化到一定的程度 真的压迫神经非常的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进入到手术的部分 好那这些都是常见的处置 那这边讲这些处置是要跟你说 有些东西是不冲突的 比如说药物跟治疗的部分 这两个东西不是得一 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所以我刚刚才会说 如果你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痛 就是非常影响你的生活 或是影响你的工作 根本没办法躺下睡觉 那当然你的止痛很急性的 这个东西是一定得先进来的 那你的治疗的部分 你要同时慢慢的 让它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所以我说这不冲突 包含你的治疗跟决定 要不要手术的过程 也是不冲突的 要记得这件事情 不是择一 假设你今天真的决定 我就是要动手术了 那等待手术的这个过程 不是空等 还是可以有 可以做的治疗跟训练 这个是不冲突的 好那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如果它在有一点痛 又不是那么痛 或是你只是酸痛 那到底什么时候热 什么时候冰 这是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那大部分的酸痛 基本上都是热敷 没有错 没有错 一般人也都这么觉得 那你在很急性的落枕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说这么痛 能不能热 还是应该要冰 那个临界点就在于 你摸起来那个肌肉是热热的 就像你突然撞到或拉伤 比如说你刚车祸完附近 是肿肿烫烫的 或是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你不动它的时候也很痛 就它自发性你动不动 它就一直在抽痛的那个状态 才会做冰敷 其他都其实都可以做热敷了 基本上最简单的分辨方式就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记得你不动也痛 或是摸起来热热的 你可以帮它冰敷 好 那会有一个中间阶段 就是有一点点痛 然后微微的温温的 你有一点点自己分不太出来 到底有没有比旁边的肌肉温度高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很担心 其实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冰也不热 这是一个选择 不是这个不叫做不处置 因为万一你怕热上去之后它肿起来 或是冰敷 为什么会一直讲冰敷的时机的问题 就是冰敷它止痛的效果很好 它可以止痛 但是它就是降低了血流 所以它会让你恢复的时间变慢 我们血液流过来 它才会修复 不管你是拉伤扭伤 或是酸痛循环不好 所以冰敷可以止痛 但是一直冰起修复会变慢 所以才会一直想要让你们可以分辨冰的时机点到底是到哪里 然后减少压力 如果你是内科问题或是睡眠的问题 这个压力当然就会跟你全身的肌肉紧绷都会有关系 再来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教的有一些简单的伸展或是训练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 就是抽烟会加速aging的话这件事情 包含万一有骨折 你去看医生 他最后也会跟你说 你可能尽量不要抽烟或是闻到厌尾 现在就在研究上都有这么说 好 那还可以怎么做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症状的缓解 或者到很后面的训练 那你平常应该要怎么做 避免就是酸痛一直反复的发生 给自己一个适合的枕头 保持脊椎中立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或是睡觉 好 那这个问题 这个议题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脊椎中立是什么东西 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就有点重要咯 好 那等一下会讲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刚刚说是你自己可以做的 那什么时候你一定要去就诊 一定要去看医生 就是万一你的酸痛感觉是一直往下蔓延的 甚至是吗 或是你觉得摸起来 有人说他手指头摸起来 已经没什么感觉 感觉丧失 或是你不管做什么动作 他都是一样这么痛 或是合并的头晕晓铺 或是刚刚说的 就是他范围越来越大的马痛或刺痛 你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那一般来说 你拉伤的酸痛跟那个 拉伤的痛都会很局部 因为根据你拉到哪一条肌肉 他就是只有痛那个部位 好 那我们来讲脊椎中力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脊椎的位置 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在这个图上不是这么明显 因为我们实际的曲度确实也不大 就是脊椎颈椎其实有一个微微往前的秃 胸椎是微微往后的秃 腰椎又是一个微微往前的秃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像A4的形状 好 所以我们要求你坐着站着或躺着 他都是要这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站着当然站久了 你的脖子就是会略略的往前 或是低头看手机就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不管什么位置 我都希望你的颈椎 胸椎腰椎的相对位置是这样子 坐着的时候也是 所以坐着好 坐着特别需要被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坐姿这个图 我看起来坐得很正 但事实上我 不太可能 好 我要的是这个相对位置 所以你看这个搬东西的时候 它是往前行的 可是它的背是直的 颈椎的位置也相对位置都是中立的 就是OK的 好 我们刚刚说坐姿 如果你今天是有点往后斜斜的躺 120度斜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的颈椎相对位置是对的 那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你就说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到底对不对啊 基本上大部分的椅子 你只要屁股坐满 大概那个位置不会差距太大 那位置坐满跟靠背呢 可以维持你腰椎的重力 但是胸椎跟颈椎 就是要稍微靠你自己 做出收下巴的动作 那躺着 刚刚说四骨盒的枕头或是床 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你正常的时候 它一样要是脊椎中力 所以枕头不能太高或太低 让人脖子往前或掉下去 好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你一定要枕头 不能真的只有枕到头 你要枕到你的脖子 所以你睡觉躺下来的时候 你该要扭一扭动一动 然后感觉一下 你有没有真的很放松 就是该被撑到的位置都被撑到了 这是给每一个睡觉前都应该要有的 仪式建议 就是你应该要感觉一下身体的位置 它们在哪里 那如果是测睡 蛮多人喜欢测睡的 测睡没有不好 测睡没有不好 但是一样就是需要被好好的撑住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不能比如说床垫很软 他就会陷下去 或是太硬 他就是靠着 所以你觉得肩膀很痛 或是很瘦的人 他甚至觉得骨盆都很痛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软硬程度也是看人 就是没有一定的好跟不好 只要他能够撑住你保持这个原则 就是脊椎中力就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刚刚是因为有人的图形 我说相对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虎头画出来了 的话会长什么样子呢 你就说颈椎微微往前 胸椎微微往后 腰椎微微往前 坐姿的时候也是 所以刻意的坐横挺 这个左下角这个位置 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不要刻意的 一直把肚子挺出去 腰后面空空的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好 那也会有人问说老师 那我腰后面就是放一个靠垫 好不好 好大部分是好的 大部分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靠垫太突出了 一直把它往前顶 那也不行 好 那你说老师 我们现在在讲肩颈酸痛 为什么你会讲坐姿很多 在从腰椎开始摆 是因为当你的骨盆跟腰的位置摆不好 你上面回不来 就是你下面是垮掉的的话 那基本上脖子也很难回来 等下试一下就会知道的 所以尤其是在坐姿上 很多时候也要先把骨盆跟屁股的位置摆好 那你的上半身跟肩颈的位置才有办法做好 包含我们等一下做运动的时候也需要先把屁股的位置摆好 好 所以调整知识改善毛病习惯成自然是关键 好 所以我要的不是要你一直都是对的动作 这个不太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常常不对的姿势 习惯不对的姿势 稍微改一下 就是变成对的时间长一点就好了 比如说你现在就变成常常不对的变成常常提醒 你自己稍微回来或回来的时间长一点就好了 比如说你要煮饭备菜怎么可能不低头 怎么可能不低头 但是你要知道你低完头或是弄完一段时间 要记得回来这样就是OK的 所以他自己才会写说 如果你可以日常姿势拉高两公分 就是你记得挺回来就可以了 或是当你看文章看新闻很认真的时候 要记得稍微提脖子收回来一点 或是把手机拉高一点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好 那伸展跟训练大家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 我说等一下会讲 但是我们在用比较夸张的图 伸展不是要把你压得很柔软 肌力也不是要把脖子练得很粗都不是 但是这边一个概念就是 先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每个人先天其实会不太一样 但是不是叫做筋骨好不好 而是有的人先天就是全身的肌肉的张力都很高 什么叫做肌肉张力都很高 就是他随时都standby好 就是好像随时可以出发 可以去做什么事情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全身的柔软度都是不好的 但这个不是疾病 这个不是疾病 这是先天的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先天就是肌肉肌腱 大概都很软 他的角度都是很大 所以小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坐着体前弯就可以整个趴在地上 那有的人停在那边有做跟没有做好像一样 这是先天的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伸展是很硬的那个人做 很软的那个人不做吗 不是啊 我们的不舒服其实是来自于不平均 当全身都很紧的那一个人 其实他不一定会不舒服 很松的那一个人 他也有可能跟你说 我觉得我今天脖子好酸哦 那为什么 就是那一我刚刚说的不平均不平衡 就是你的左右侧或是前后侧的肌肉有一个相对的比较紧 你就会不舒服 所以伸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就是当你有不平均的紧绷的时候 他就应该被伸展被放松 那肌力训练有刚刚说 我们不是要做到脖子很粗不是 可是他要能够维持你的姿势 所以你要的仔细来讲 他可能肌耐力多过于肌力多一点 就是他要能够撑久一点 而不是要他能够比如说顶千斤顶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要能够撑住你的头 所以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 老师我觉得我头好重哦 就是我头很大 所以我脖子好辛苦 我说对啊那没有关系 就是你先天你的负担就是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就是把脖子练好 把这附近的肌肉练好 够你用就OK了 好 所以不是要无止境的拉得很软 不是也不是要练得很粗很肥大的肌肉 都不是哦 好 那我们来讲说伸展有分一个程度 好 我们简易的伸展 就是一般像你伸懒腰那样子 叫简易的伸展 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用的 所以鼓励大家在起床前伸伸懒腰 坐着的时候多伸伸懒腰好 这是一般可以的 好如果你是坐着的 比如说上班族或是你要坐着处理很多事情的人 希望你多一点点小细节 好 然后是你要参加会议的时候 或是要参加很多聚餐 你不能做这么夸张的伸懒腰 那你要怎么办 我就说你要说收腹 微微的听起来 最后在练习动作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再讲一下坐姿的部分 但是没有举手 这样其实也有一点点伸展的效果 虽然很微小 但是会比你坐着都不动来得多 那如果你的场合可以让你站起来 那就更好 那就更好 所以这是在非常简单的伸展 不管是你有没有手矩 还是做简单的收小腹 长高微微的后仰 让你的胸椎跟脖子稍微做活动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直接做运动 就把最后把简报关掉 然后再让大家练习一个伸展 跟一个金甲骨活动 跟一个很简单的肌力训练 所以这等一下再说 那我们先讲 我说我会先把文字的部分讲完 就是在问题讨论里面呢 就是有人讲了这个东西 我说我的问题是当你肩颈酸痛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吗 然后这件事情可以让你维持多久 那有的人就会说我去做瑜伽 那其实这就是伸展运动的概念 是伸展运动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觉得瑜伽后都让你撑不久 那就代表你把症状解除了 可是源头没有解除 所以它才会一直反复的发生 所以你可能就要回来看你的姿势 或是你平常工作的形态 到底有哪里还可以被修正或更好的部分 那有人说老师我就会去复健科拉伯子 好 这个呃 呃 这个呃 呃 呃 如果是呃 或者是呃 这反应基本上是可以的 哦 他是有稍微去放松你的颈椎的压力 跟肌肉 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人提到抗忧郁的药物 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乍看好像不相干 但是其实我确实有蛮多长辈 其实是有同时在服用抗忧郁的药物 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平常其实看起来非常的不开心 其实也没有 但是是因为他的骨科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处理到一定就是他酸痛什么都处理到一定程度 也有待运动 但是就是常常时好时怪 然后睡眠又不好 所以后来确实我们就是让他去看身心科 然后让那个医师评估他的状况 那大部分我目前手上的长辈的抗忧郁药物 主要是针对改善他睡眠的部分 他确实是就是整个全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跟大家说一定要去拿住眠的药物 是只是说身心里我们都需要照顾到 当你的骨科问题一直处理到有一个瓶颈都没有改善的时候 像我前面有说减轻你的压力吗 或去是身心科咨询一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 其实也是一个方式 只是告诉大家整个 那文字的部分我们会先到这边 前面的东西可以忘记没有关系 但是实作不要忘记 因为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重一回答问题 不过因为有一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要做的有相关 所以我先回答莉莉的那个问题 肌肉的伸展跟肌肉的训练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做一个事情叫做伸展 伸展你要想它就是把肌肉拉长 所以肌肉是不用力的 肌肉是不用力的 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坐姿下 我们做耳朵贴肩膀 假设我们统一起你的左边的耳朵贴肩膀 他们都会觉得这里是紧紧的 这是常见的动作 然后或许你会再叫另外一只手来帮忙做加压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放松的 它才能够被拉长 如果你是有在用力的 那其实会有点会拉伤 就是有点危险的 好那我一样会建议这个动作 但是我希望你多一个步骤 就是请你的 我们都是往后另一侧 就是你另外一只手的这只手摸住椅子 然后我要请你的肩膀刻意的往下放 然后你们感觉一下你觉得拉紧的部位有什么不一样 好或是你觉得他有点麻痹的换边 就是当你耳朵贴肩膀的时候 酸的位置应该被拉到的位置是比较下方的 好我要请你下面的这只手摸椅子的这只手 刻意的再把肩膀往下放 好应该会觉得更紧 而且紧的位置会慢慢的往上 好这个动作还蛮建议大家做的是 因为这个位置不管你是做伸展或是黏黏或是垂垂 或是做按摩椅都会有用 好那我刚刚说的 刻意的把肩膀往下放 让你拉到比较靠近你的头下方 这件事情是比较难被做到的 好 下就是你的头的下方这个点的颈 其实很容易会有的人会容易头痛 那你要按摩什么都很难弄到 所以再说一次 就是请你的耳朵贴肩膀 一样夹压 就是你常见这个动作 颈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但是我要请你固定的这只手 再加上做肩膀刻意往下放 这样子你觉得颈的位置会有点往上延伸到 然后脖子下方 这样才是正确的感觉 那一样可以停留个10秒之后换边 就是先耳朵贴肩膀拉到最紧 再把肩膀刻意往下放 好 所以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刻意往下放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很多人会说 他会呈现这个位置 他是不自主的手肩 所以你就说你放轻松 他会说我放轻松了 可是他的肌肉其实一直在有力 就一直停在这里 所以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放下来 所以我才会说请你刻意的往下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说 下半身要坐满 坐好 你才有办法把上半身停起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 花了一点点时间讲腰椎的位置 因为如果你是垮下来的 你要收下巴 其实整个位置会跑掉 所以你一定要先坐好坐停 好 我看有社区大家如果是坐枕 你可以试试看 把屁股坐满 把屁股坐满 然后你可以躺在椅背上 现在其实是OK的 是OK的 就是像我现在这个位置 我坐满之后躺这样 其实这个脊椎的位置是OK 没有问题的 不一定要坐在这里才叫做对 就是我放在这里也是可以的 我说了脊椎中力是相对位置的问题 是相对位置的问题 好 简单的生长 就是说把大家常见的做一个微条 就是做肩膀可以往下放 第二个动作是肩胛骨的活动 就是当我们有一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肩胛骨是被摆在 在比较上来的位置 所以觉得有人说我肩膀也很胜 好 所以我要你做举手 好 先一只手就好了 你举手之后先做总肩 这我在有一些科其实有教过 总肩就是把你的肩胛骨 跟整只手 想象一下你很像乐高 就是或是机器人的这个手臂 从后面到这一只 全部被往上拉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要把这块肌木放回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手肘是直的 但是我要把肩胛骨塞回来 有一点点难 好 有点不好体会 好 再一次哦 来往上 手肘一直是伸直的 往天花板上去 就如果你举步高 只在这里 那就在这里 就是尽可能的被拉出去的感觉就对了 但是我要它塞回来 好 画面上应该看得到 我有一个回来的动作 但是手肘是直的 不要变成这样 这样你就被它骗了 就是你没有真的动到肩胛 不是动到手肘 再一次哦 往天花板上 手肘维持伸直的状态 后放回来 好 有的人的肩胶就会发出一些膜 就是咳咳咳咳的声音 正常的 正常的 还是不痛 他觉得酸 或是觉得后面用力都是对的 好 我们换手试试看 有时候一只手很听话 一只手不太听话 是正常的 往前后搬走 好 塞回来 肩胛骨塞回来哦 就从后面抓回来的感觉 好 再一次往上 好 再塞回来 手肘 手肘不要弯 手肘是直的 好 你可以试试看另外一只手在这个位置 你的肩胛骨下来的时候 应该要顶到你的食指或中指哦 好 再一次往天花板上 下的时候会顶到你的手指头 你就摸腰下的位置 你的手指头往后包 然后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他就要被顶到 你的肩胛骨才是有真的下来 好 再一次往上 好 来下 要这么下 这只是一个活动而已哦 但他做的好 其实会舒服很多 而且你会觉得比较能够顶得起来 再来下 下 下 手肘是直的 手肘是直的 不是做出这个动作 不是这样 等一下 你还看得到我的肩膀跟肩膀是下来 这么下 其实你可以做到这么多 这个关节的活动有这么多 然后上是到这么多 上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然后下 塞回来 好 所以会觉得哪里酸 是觉得背后酸 这个不算是肌力训练 但是它是一个活动 而且这个肩胛骨活动是大家平常很少做到的 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的幅度很小 我要的是最大的活动 所以如果你单侧练习都OK了 我们就可以变成双侧 双侧可能更难控制 一样做 手肩往天花板 好 做塞回来的动作 我们再四个往上 爬来下 再三 往上 然后塞回来 你的背要用力 再两个往上 下来 再一个往上 下来 好 所以我说的是觉得背很酸 是肩胛骨那里的活动 再用力 但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那拉筋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觉得拉到的位置是这两个地方 所以你觉得酸痛的位置是这两个地方 所以我说我只要一个伸展 然后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活动 第三个是训练的部分 就是肌力训练的部分 一样很简单 我们可以都不拿东西 但是如果你稍微比较进步的时候 你可以拿一点点重量 比如说拿水平500cc的 就只有0.5公斤嘛 好 我们一样先在这个位置 你要坐好哦 好 通常这个时候 你脚一定要能够踩得到地面 你才会稳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娇小的人 你可能椅子就要 你就要往前坐一点 不能坐太后面 好 你脚才能踩得到地 然后呢 我们一样先把肩胛骨放下来 就是像我刚刚做的那个上下嘛 你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放下来 那你就是重来是从最高放到最低 确定它是放下来的 好 然后我们做一个2D平面的动作就好了 就是做这个打开 好 什么叫2D的动作 就是呢 我要它是在这里 不用往后夹 不要往后夹 在这里就好 等一下再说 为什么不要往后夹 好 先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会呈现是一个U型 好 那因为我们最一开始有叫肩膀先放下来了 所以这个U型你要感觉的用力是在后背 一样是后背 好 你要停留了个10秒之后 回来上面 回来上面 当然你有可能就会有一点想要耸肩 正常的没有关系 但下来之前 记得叫肩膀先下来了 新加股下 好左开 都在这里 你的指尖一直是朝天花板的 不会变成这样 我说它是U 看一下它 有没有一到天 你会 看有可能听你叫它这样就这样子 对 好 好来回来 来 尽量 尽量往耳朵贴 然后一样再来把肩膀放下来之后再做开 对 这有这个动作 你会觉得肩胛跟背是有用一点点力气的 好 当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脖子不可能在前面 所以它会一起被收好 它会一起被收好 所以可以一起调整上半身的动作 好来回来 再一次 一样把肩膀先放下来 左开 好 这个平面 不会是这样 是放下来的 所以你可能回家再照镜子看看对不对 或是现在你看一下你的荧幕 你做的对不对 好来手放松 其实如果你做的对 刚刚只有四下五下 你就会觉得背也是酸酸的 也是酸酸的 那我刚刚说为什么只做2D 就是这个平面动作不往后夹 就是有的人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了 如果我刻意的往后夹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肩膀还是在这里 但是一直在做这个夹 就是你的肩胛骨内侧 就是你的膏肓的位置会更不舒服 所以不确定大家的状况 就是做这个平面是最安全的 而且其实最做对的也很有效 好那我刚刚也说当你做体能之后 这个收下巴的动作就一定会跟着做的出来 就如果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不太可能把脖子放在前面 好所以我说我今天只教三个动作 一个是伸展 就是耳朵贴肩膀 但是我要教你刻意的把肩膀往下放 第二个是肩胛骨的活动 就是亲你的手 一只手或两只手都可以 做往天花板 然后把肩胛骨拉回来的动作 记得手中一直是直的 这个动作要多练习 这个动作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也做不到 很多三四十岁的上班族都做得不好 或是只做一半 就是要上去 然后有回来到这里 其实可以更下来 然后第三个动作 就是这个活动会了之后的训练 不管你有没有拿弹力带 拿重量都可以 就是在这个位置之后 做平面的打开 好 我说二低的是这样的 所以不会是这样 也不会这样 也没有开 都没有就在这里 它也没有下来 没有它就架在这里 好 所以就只有这三个动作很简单 如果大家可以好好的做 其实连驼背都会跟着改善 就很多这里的痠痛 是因为你有一点驼背之后 你不可能看地面 你还是要做抬头吗 所以这里就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回来 然后把背 我们刚刚这个动作是练到背后面的肌群 它会让那些肌肉比较有力气 而且我说跟着手下巴 那会改善这个姿势 就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好 这样我们回归到最前面 我们刚刚说 不管是瑜伽啊 还是要拉脖子啊 它都是减缓症状的方式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姿势放好 然后它有力气 我说维持对的姿势久一点 不是要一直对 对的姿势久一点就好了 那其实就会比较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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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